Lisa嘉欣 快乐生活 说一期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调皮FM98.5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君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哈喽 江西银行方言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江西广播电视台FM98.5的主持人小军 我是一名电台主播 所以平时都是用声音来和听众朋友们沟通和交流的 那么我大学学的是播音 工作也是在一个普通话的环境当中 所以也没有觉得方言有多么的重要 但是当我回到九江修水老家的时候 用修水方言和亲戚朋友聊天和商家老板砍价 那会觉得内心是特别的温暖和踏实的 也感觉找回了一个真实的自己 没错 普通话能让我的工作走得更远 但是方言才能让我回到自己的家 江西银行方言大会的朋友们 让我带你们去领略九江山水的美 看看修水孤里的妹 楼市风云从容面对 买房装修找五无忧 这里是江西房地产 欢迎您来收看 我是孟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天健康 我是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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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 经济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孟军 从最爱是车到江西房地产 再到天天健康 我主持过的节目呢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接地气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昌妹子 却撒 恰嘎 杰勒夫 就跟水煮 拌粉 还有瓦罐汤一样 让我觉得温暖和亲切 买车买房我有最优惠的信息 健康养生我有最有效的办法 毫不夸张地说 我就是江西的地宝 所以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大家想了解我方言的实力吗 那就让我们在江西银行方言大会的赛场上见吧 那今天呢在现场虽然我没有拿到第一名 但是我觉得我继承了我们奴隶文化当中 不怕苦 不服输的奴隶精神 所以我一定会回来的 太棒了 文丽 有句话说得好呀 宝剑风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待我宝剑磨好时 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所以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妹妹 听说你今天也返场了 怎么着 冲着冠军去的 姐姐 您说笑了 有姐姐在 我怎敢造次 哎呀 姐姐最近是杂事缠身啊 好不容易呢 有这么点时间 去十一个地势转的转 和当地的老虾呀 好好地学习了一下这个方言 哎呀 真是受以非浅啊 我呀 就不如姐姐见多识广了 只能靠死记硬背 这本干文化通典呢 也就仅仅背个滚瓜乱熟而已 惭愧 惭愧 上一场 我可是走到了最后一轮的冠军争夺战的 我也是 上一场 我可是只差一提膝败的 我也是 本事同对胜 相间何太急呀 姐姐 这一场不仅有我们 还有小军和孟军 面对两军强势来袭 咱们何不联手抗敌 你这个想法甚好 江西银行方言大会 我们回来了 江西银行贵金属牛气冲天 提醒您精彩继续 工匠精神手工铸造 财富金牛牛气冲天 微不尽的乡愁 忘不掉的香音 现场和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由江西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 江西银行方言大会 我是廖杰 大家好 我是婷婷 欢迎和我们一起 让香音相情 更亲更近在身边 刚刚我们说到 香音相情 更亲更近在身边 其实我们接下来要欢迎的是 一直在我们身边的两位老师 是的 首先欢迎的是 我们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江西银行首席专家 南昌大学胡松柏教授 欢迎您 那接下来继续来欢迎的是 我们著名魔术师 本土艺人 还有我们的方言侦察员 工学老师 欢迎顾老师 同时也要非常地欢迎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来了江西银行的两位新朋友 就是咱们贵金属的 牛气冲天和财富金 让我们现场是一片金灿灿 是的 让它金灿灿的呢 我觉得更要亮眼的 还有四朵金花 四朵金花 来 好美啊 来 欢迎我们的四位女主播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欢欢 再次回来 我终于又回来了 上一次的失败呢 并没有让我气馁 反而是让我越挫越勇 我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一次的我 已经是家族玛丽 蓄势待发 任你等东西南北风 我今天就是要咬定冠军 不放松 哎呦 感觉得出来 这个状态越来越好了 这是她的主场哦 是的 而且是二金弓又来了哦 来 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孟君 大家好 我是天天健康的 节目主持人孟君 那有人问我啊 健康是什么 我的回答呢 是三点 管住嘴 迈开腿 还有说方言 因为说方言的时候呢 人啊 是最轻松的 心情自然就好了 那么自然也就能够 延年益寿 所以今天的在场 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大家都能够健康长寿哦 说得真好 也特别好 我觉得我们的长知识 所以我们要说方言啊 对 来 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小君 欢迎你 欢迎小君 江西的美女属九江 九江的美女在修水 万载的炮竹 流洋的伞 修水的姑礼最好看 姑礼呢 就是修水方言 姑娘的意思 没错 我就是来自于修水的姑礼 那么今天 修水姑礼要在方言大会 让你好看 好看好漂亮 好温柔的小君呀 欢迎 同样是再次回到这个舞台的文力 欢迎文力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没错 我就是那个很厉害的文力 我是江西公共农业频道 《道花香礼》的节目主持人 《道花香礼》说方言 听取 哇声一片 今天我的反场呢 就是要让场上的三位姑娘 哇声一片 哭着离场 哇 我们就叫哇 好大的口气呀 好有大姐大的气概呀 今天 我们的四位花旦在这里 感觉是一场恶战要开始啊 对 我们刚刚上台之前 我觉得它是四朵金花 你说它是四大花旦 对 我们还说到它是古代四大美女 其实接下来呢 美不美 关键看你的方言 说得好不好 那接下来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轮 四进三 抢位战 第一轮四进三 抢位战 比赛规则 四位选手分成两组进行抢达PK 抢到并达队获得100分 答错则对方得分 每组共有五题 每组得分高的选手晋级 其余两名选手将进入下一轮PK环节 本轮淘汰一名选手 四个进三个 那俗话说得好啊 叫三个女人一台戏啊 那今天场上四个 那就是一台宫斗戏 宫斗戏呢 如意转 不是如意转 那就是演习攻略 最最重要的是 本期的魏英洛 挂落谁枪 那首先看分组好不好 首先有请文丽和孟军 来 要问什么话要说 我有话要说 听闻姐姐近日身体不适 妹妹怕今日太过于威风 折了姐姐的颜面 倒不如妹妹先行送姐姐回请宫休息吧 这是文贵妃 这么快啊 不老妹妹费心了 妹妹如此猖狂 小心 本宫赐你一丈红 走着瞧 正也想 走着瞧 真的是一出宫斗戏 马上就开演了 就开演了 那宫斗戏第一出戏 就是请看 大屏幕 酒江素有鱼米之香的美誉 不产丰饶 在咱们酒江 您会遇见各种疤 婴儿八 清明八 豆八 瓷八 灯八 芋头八 萝卜八 麻子八 高粱八 减水八 等等 品种有十八种之多 每口都是记忆里童年的味道 那么问题来了 以下哪种八用到了 萝卜沙 这样的食材呢 A 豆八 B 婴儿八 C 芋头八 准备抢打 好 好 季贵妃 哎呀 这个我吃过 芋头八 芋头八 这么肯定 肯定我吃过 对 好的 那看看答案 看看是不是 正确答案是 C 芋头八 您答对了吗 回答正确 这就是吃货的好处 答是答对了 我要问问你 萝卜勺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萝卜勺就是我们的红薯 叫萝卜勺 叫萝卜勺 我们也叫萝卜勺 因为它红薯 一样长得像个萝卜 所以酒浆化 把红薯叫萝卜勺 好 那感谢胡教授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第二题 请看大屏幕 恰嘎 没当的 还够啊 你买的是够 不是没钱呗 没有钱不要怕呀 各个港区银行APP 可以描带呀 最高三十万额度 随时随地组合用 左右四概都没问题 我选带个五万块钱 就叫我去 你打算客气为了 打算去海边 有时候 帕云 夜树 还有好多个海把子 哇 还可玩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我的巴掌 把这个领包衣服 可以 那自己可以学习太宽 跟我行行 太宽 你知道海把子 在我们辅舟话当中 是什么意思吗 嗨 把子 来 准备好 开始 抢答 又是文贵妃 哎呀 文贵妃下手好好 我们跟李贵妃手慢了 知道为什么那么快吗 孟军贵妃在做梦啊 来 文贵妃 请作答 嗨 把子 我这个只能删选了 因为有很多个嗨把子 海滩不可能很多个 可能就一片嘛 然后就是A和B了 应该是很多海鲜吧 因为我自己是个吃货嘛 很多大腿不对吧 这个好像不符合语境 应该就是海鲜 好 你的选择是A 确定吗 确定啊 请看答案 嗨 把子 在我们辅舟话当中 就是大腿的意思 你答对了吗 你应该想想 男生去到海滩 要看什么呢 要看美女 那很遗憾 那你尽管抢到了 但是这一百分 要给你的对手李孟军 哎 孟军不用答 都答到这一百分 谢谢妹妹 送给你 不用谢 好的 那两大美女呢 各得一百分 是 接下来进入到 我们的第三题 这是一道我们 场外观众的连线题 看看是哪一位信誉儿 给我们的两大美女 来出题呢 好 一位小伙子 你好 来 我们连线她 赶紧接通的 是我吗 是我吗 是 你好 你好 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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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你好 两个主持人好 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宜春张树的刘忠明 对 张树的 今天非常非常荣幸的 能够给我们江西的名嘴们出题啊 来 你要出这道题呢 应该是张树的方言题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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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我平时呢 非常喜欢唱歌 所以呢 我就想出一道 有关于一首歌的题目 哦 跟歌有关 对 对 对 那就请出题 我会用我们张树的方言 来读出这首歌的第一句 跟第二句 让大家来猜一下 好 歌词 好 来 大家准备一下 从前的往词 像郭远 郭远 云烟用个 从你跟我眼睛里的消失 好 有没有选项呢 那你的答案 你的这问题是什么 是哪一首歌 对 我的问题是哪一首歌 我有三个选项 哪三个 A 往事 B 冰雨 C 吻别 C 吻别 来 两位 开始 抢她 又是文贵妃 非常荣幸 在这里跟你见面了 因为她是我的朋友 但是我没想到今天哈华来 你认识她啊 她是第一季 江西好声音的冠军 真难怪啊 要出一首关于唱歌的题目 来 给我唱歌 格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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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在这里见面了 唱歌非常好听啊 呃 这个应该是吻别 我和你吻别 第一句 你这唱的是高潮部分 是什么 确定吗 就是吻别吧 是吧 对 就是吻别 反正就是她 来 接下来 你可以唱给我们听吗 前程我是陈云烟 小三杂彼此眼前 恭喜你答对了 就是吻别 恭喜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我们来自张树的 长得帅又唱得好啊 对 刘先生啊 和我们可爱的小朋友 谢谢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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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你对你的方言 足够有信心的话 还可以通过扫描屏幕 双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选择我要出题 经过咱们节目组的甄选 你将有机会参与节目录制 连线江西名嘴 现场给他们出题 没错 还等什么呢 赶紧秀出你的家乡话 和我们的名嘴们一较高下 现在场上比分是200比100 如果文力再拿下一百分 那他就要和李孟君吻别了 不 吻别 好 吻别 那接下来孟君要加油啊 请拼命按啊 来 请看第四题 哈喽 大家好 现在呢 我在景德镇市的姚里风景区 据说呢 今天特别赶烫 赶上了当地有名的设系表演 这个设系表演呢 讲的大多都是姚里当地的一些民俗活动 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咱们去看看吧 我才000 Northern 7 左手摸白骨 右手摸白骨 大开心铃 什么典剔骨剔 Jupiter S nos 师傅您好 你好 我们是 交信银行 发行大会 werden 节目组的 我想问一下 您刚刚刚用啊 是阳里话唱的吗 是阳里话 您讲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内容就是我们这次叫王婆手机 早上王婆爬起来了 头也不熟 脸也不洗 她早上每天都手机 她就少了一只机 少了一只机 那我就来卡头里了 少了一只上海马拉 红光白毛 母有宝小姐 那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少了哪一只机吗 母鸡 小鸡 公鸡 两位 开始 抢它 是我吗 又是文莉 太厉害了 我觉得应该是少了母鸡吧 因为母鸡会下蛋 然后它会比较着急 这个回答很关键 答对了 立刻就晋级 答错了100分给孟军 你们就打平了 我觉得应该是母鸡吧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母鸡 母鸡是吧 好 你吃不好吃 我有话要说 如果你要答的 我觉得是公鸡 为什么呢 因为它说了宏观和爆小 爆小的就是公鸡 对 公鸡头上有红观 早上起来鸣笛的是我们的爆小鸡 对对 但是已经没有改的机会了 但是不能改的是吧 对 来 看看正确答案 那到底少了哪一只鸡呢 少了一只是公鸡 为什么是公鸡 少了一只上海马拉 红光白毛 母有宝小鸡 红毛白毛无有鸡 这就是用来形容公鸡的 这是公鸡 所以您猜对了吗 那很遗憾 虽然我们的纹利已经抢到了 但答错了 对 100分归孟君 纹利抢到了4道 但是呢 送了200分给对手 我倒觉得我们的孟贵妃 蛮幸福的 很幸运 什么事也不用做 对 就躺赢啊 自然会有妹妹给我来分 我眼泪都要出来了 胃高 还有最后一题 文贵妃会不会也同样把分数 送给我们的孟贵妃呢 好的 来 最后第五题 江西银行方言大会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一名跆拳道教练 我来自江西维根 跆拳道每次训练之前呢 都需要做充分的热身运动 如果热身不够充分 很容易导致关节受伤 其中 血刀是最容易受伤部位 请问鱼竿话中的血刀 指的是什么部位 血刀是膝盖 脚踝还是走关节 两位开始强啊 文力 就是文力 这个就奇得怪了 孟贵妃今天是上来打酱油的 来 文力 你别笑啊 我真的要说你会进攻了 答错了就一百分之给对方了 我好紧张 我比他还紧张 你希望他答错对吧 当然 反正我觉得不是A就是B 膝盖受伤 应该是膝盖吧 我觉得是膝盖 确定吗 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你回家做了 那就是把孟君送上了第二轮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想一下 不对 他那个 他用脚踢 他应该是脚掌这样踢过去 对不对 所以 有可能是脚踝啊 他改了答案 四 三 脚踝B 一 对 选择是B 好 请看答案 在我们鱼干话当中 写丢就是膝盖的意思 观众朋友们 你们答对了吗 天哪 我恨我自己 恭喜孟君成为江西银行方赢大会史上第一位 不用答题也能成功晋级下一轮的选手 文贵妃 你手速快 送分更快 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滋味不好受吧 接下来 小君和欢欢的比拼 又会是怎样的一场波云诡诀呢 江西银行贵金属财富金条提醒您 精彩继续 精彩人生 竟在财富金 两位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送给对方啊 有的 我有一首诗想要送给小君姐姐 来吧 要送诗了 关关居鸠 在河之争 窈窕淑女 小君慢走不送 我还以为是君子好酒 我来夸我来 改成一个小君好走 没事没事 我回你一句 那我就欢欢喜喜送你入席 哎呀 他们都用到了对方的名字 是 所以说 都是永文才啊 所以不单单是美女 都是才女 究竟谁在方言方面的才华更高呢 请记录第一题 平香话善于用相声词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比如说 打打滴是讽刺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 那么把把把把把是什么意思呢 A快快快 B来来来 C把把把 好三个选项 两位开始抢答 欢欢 这道题可以从他的这个就读音上面嘛 把把把就像把把算了算了 得了得了 对得了得了算了算了 所以我选C 罢罢罢 C罢罢罢罢 哦这个意思啊 嗯 其实读音差不多了 跟罢罢罢罢 到底是不是呢 我们来看看 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C罢罢罢罢 也就是算了算了就此做罢的意思 您答对了吗 哎呀 算了算了算了 这道题就让我赢吧 那欢欢是欢欢喜喜拿一百 嗯 没事还有吗 小军就只能爸爸吧 还有四道题 不用慌啊 小军不用慌 爸爸爸爸 来我们来看看第二题 我没什么事还不肯拿出我 不要我 我是有苦重的 曾经有一份安贵的财力 需要我去付钱 我妈要钱付 但是 我得给说 我真是好贼心呢 任世间最悲惨的事莫过如此 即使上天能跟我一次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依然会等你说三个字 钱不够 请问在九江话里 最性是什么意思 最性是什么意思呢 那有三个选项是哪一个呢 两位开始抢答 哇 哎呀 又是欢欢 又是欢欢 觉得应该是 必心烦吧 好 来 请揭晓答案 好 恭喜 请回答正确 200比0 小军要加油哦 有点赞心了 来 继续第三题 江西的小军 江西的很多村子里都生长着几百年树林的张树 过去在村子里 谁家生了闺女就会在房前屋后种上一棵张树 陪女儿一起长大 等到女儿结婚的时候 张树就会被砍下来 打成一个张木香 作为嫁妆 张木香就叫做女儿香 一般女儿香都是在女儿作胆那天交到她的手上 请问婆阳话作胆是什么意思 有三个选项 相亲订婚和出嫁 两位开始抢答 小军恭喜你终于抢到 她都急得要出嫁 我想这道题我抢到反而不是太确定 应该是C出嫁的时候 因为我好像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在很多江南地区有一些大户人家 然后他们就会女儿出生的时候就会种一棵张树 然后等到女儿成长的时候 长大的时候就会把张树砍掉做箱子 然后媒婆从那过看到那个树还在 就说明还有代价的闺女 然后就会去他们家提亲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出嫁 就是等张木香做好理由 等着结婚那天出嫁那天 确定吗 再给她 我有老师我有不一样的意见 改不改 来最后三秒钟 3 2 1 逼 逼 逼 改了 改成订婚 改成订婚 女人果然是善变的 如果女儿抢到的 我就要选B 咱们可以分析啊 A肯定排除嘛 相亲 相亲肯定不是一次就成功的呀 要每次相亲都送这些东西 那不破产 那C出嫁的话 因为在咱们宜春那边呢 都是在结婚之前 把这个彩礼送过去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订婚的时候 对 在订婚那天就晚了 对 出嫁那天再送就晚了呀 对吧 这么说挺有道理的 他们俩想法是一样的 来看看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订婚 哇 恭喜小军改队了 最后最后一秒 你要感谢你的对手 谢谢欢欢 谢谢欢欢 来 马上进入到第四集 花千谷 坐落在美丽的庐山西海 这里有一样非常刺激的体验项目 那就是落差110米的高空滑草 天哪 谢谢 感觉有点紧张 尤其是从上面冲下来的那一瞬间 但是还是很刺激 很值得玩的 观点心得蛮开心的 观点文心等的还蛮好的 书了还可以伸出来 你刚刚讲的是五宁话吗 对呀 有一个词我听不大懂 文心等 对 文心等 那在五宁话中 文心等是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吗 好的 三个选项 两位开始抢答 哎呦 又是欢欢啊 这个我玩过 可能很多人都玩过吧 对 就是整个人坐在一个滑盆里面 你要滑下去的时候 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说 你一定要全身放松 你不放松了就会容易 左右往两边偏着嘛 就会摔着 所以我觉得是选A 身体 整个身体 整个身体 你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器材 对 你们全身放松才行 好 来 我们来看看 答案 文心等 在五宁话中 就是身体的意思 你答对了吗 恭喜你回答正确 那很遗憾 那300比100 欢欢 帅先进局 小军姐姐慢走 不送 那你就进入待定了 来 继续有请 来 有请文力 这是一道场外连线题 看看我们场外 哪一位幸运观众 给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播 来出题呢 是一位帅哥 来 我们连线他 哈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田津姐 廖姐老师 你们好 哈喽 你好 你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帅的小伙子 你这是在哪里呀 我现在在英国的立物浦 我是立物浦大学的一名 在读研究生 我叫敏俊 我是一名体系刀刀个 南庄宅立者 哎呀 我们是老秀 南庄人在立物浦留学 还是工作 留学是吗 刚才说了是在读研究生 哦 在读研究生 你被他的颜值给吸引了是吗 对 我被他后边的房子给吸引了 后面就是你们的学校是吗 有没有想念嘉欣吗 对对对对 谢谢廖老师 谢谢廖姐老师 我目前呢是在立物浦大学的最有名的 叫Vitra Building的面前 因为立物浦呢是英国六所著名的红砖大学之一 那我背后这栋建筑呢就是这个红砖的建筑物 它叫维多利亚大楼 我最喜欢的英超球队就是立物浦队 三大学 马内 对不对 冷静 冷静 廖老师 我们这种方言大会 对 我想问问敏俊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方言大会的 其实我一直都是江西四套的粉丝 方言大会第一季呢我就有收看了 那第二季呢在没开播之前呢 我就在网上已经搜到他的评论了 并且我在抖音上面也看到了方言大会的一些宣传 所以我就非常迫不及待的想一起加入到第二季的方言大会当中 哎呀 特别欢迎你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已经虽然是方言 但是已经有国际影响力 我们已经走出世界了啊 好 你出题吧 出南中华的题目 那请各位选手听好了 我刚来英国的时候呢 我妈妈有过来陪读 按理来说呢 人在英国应该非常想念家乡才对 但是我妈妈却经常跟我说 她非常想念 德国 那请问在南中华里面 德国是什么意思呢 来 两位 开始抢答 文丽 文丽 南中华 南中华 德国 什么意思 文丽 你比较高兴 德国嘛 德国七星打麻将嘛 这个太简单了 对 打麻将 你这么确定吗 当然 德国七星你不知道啊 你小心今天又让小军躺赢啊 娘娘 娘娘经常打麻将 来 请公布答案 没错 这句答案呢就是打麻将 好 恭喜我们的文贵妃 也谢谢敏俊 谢谢 谢谢 希望你在英国读书生活一切顺利 好 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婷婷姐 谢谢老师 也为利物浦俱乐部足球加油 谢谢 谢谢 拜拜 敏俊 拜拜 拜拜 好 那恭喜我们的文丽 小军 我领和饭了 小军领和饭 一朵到了赛关 来来来 来 有请小军耶 谢谢文丽可以入席 就是我觉得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跟普通话作伴 因为工作也好 包括学习也好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们普通话说得再好 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咱们的方言 还是要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看咱们的方言大会 然后以后希望有机会还能够再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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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 我也想送一首诗给你 小瑶条淑女 君子好球 我们都很喜欢你 都很爱你 好不好 加油 小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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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银行贵金属财富金条 提醒您精彩继续 精彩人生 竟在财富金 欢迎回来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我们联合讯飞输入法 共同推出的方言挑战赛 手机闯关小游戏 是的 我们这款游戏设置了答题领奖和 我来出题两大板块 答题领奖设置八关 每关五题 每关答对四题级以上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称号 成功通过八关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 我们的礼品可是非常丰厚 一等奖是福果望云赫穗金 二等奖是福果望运赫穗银 还有手机秒带券和流量券 所有的活动奖品都感谢江西银行的提供 没错 支持22种方言智能语音输入 一分钟输入400字的讯飞输入法 发起的方言保护计划 供应行动吸引了数百万用户的参与 此次我们联手推出这款小程序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江西方言 唤起乡愁 记住相应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严妮 关注一分钟输入400字的讯飞输入法 参与方言挑战赛 小程序赢金超大奖 第二轮 三进二抢位战 比赛规则 三位选手分别进行新闻播报 由评委给出两个方言词语 选手需在播报中把方言词语融到新闻中 最后由观众进行投票 支持率最低的选手将被淘汰 那首先请梦军出战 好 我们来看看 两个方言词很重要哦 一个是宁都方言 这是客家话 就是瓶子 瓶子 酒浆 酒浆话 米头 米头 好 孟军请开始你的高能播报 欢迎收看今天的高能健保 随着近日古装剧的热播剧中 精美饰品和各类经营器 也是随之大热 下面的这位藏宝人 伊尔根 绝罗氏专须 据说他是满清后裔 它是个非常漂亮的米头 它带来的藏品是清乾隆年间 踢红茜碧玉胶痴纹宝盒 宝盒为瓶盖略突起 通体雕珠漆 摩旋形水纹的三层圆筒式 盖面和合璧茜纠结缠绕的 碧玉痴纹四条和茜玉痴纹六条 每层口原均茜 同度惊回文箍 此盒才以色调对比分明的 碧绿玉雕痴纹配以珠漆水纹 手法十分的新颖 那其实呢 在这个宝盒内 原本呢 还有一个非常精致的鹰子 可是呢 前段时间 咱们的藏宝人啊 因为手头比较紧 把这个鹰子呢 以200元的价格 卖给了收费品的 下面让我们掌声请出 今天的职宝人登场 哇 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比做直播还要紧张啊 但是你圆满完成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花花 请我们的两位老师 给出我们的方言关键词 一称话我知道 特金 特金 这个筷子是柱是吗 对对对 这是柱 念柱 哎呦 这太难了 我试试 我试试 好的 请开始 今日首届鹏加桥杯 江西省留学生 文英文朗读大赛的韩雪 在鹏加桥师办大学 拉开帷幕 来自非洲 盛多美和普林西比 民主共和国的留学生 拉艾米乔纳里 马曼皮亚尼娜 以一首赵元润的 西西西经验全场 这西西西啊 是结构奇特 而且朗诵起来 很有难度 但是咱们的这个 拉艾米却丝毫不慌张 有小道消息说啊 拉艾米酷爱 咱们江西的瓦罐汤 而且他喝汤的时候 不用煮 也不用勺 却是练就了这个 用吸管喝汤的 吸汤大法 看来 他今天是特金 选择了这样一首 无吸不欢的文章啊 而且 他为了展现自己的 吸功了得 还特金用了一种 特别的方式来朗读 潜帮高能 内容如下 嘻嘻嘻 嘻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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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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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在说讲西话 讲西人的话 越来越多计划 全世界都在学讲西话 旅游频道啊 让世界都来讲西啊 好 谢谢 读啊 乐嘻嘻嘻嘻 真好有说有唱啊 加戏比较多啊 她果然是一个有戏的人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最后有请文丽 文丽 同样的来看看 你要接收到的两个方言词是什么呢 两位老师 两位老师 上饶话 生碗 那么这个西红柿 羊茄子 羊茄子 所以考验我们文贵费的时候到了 来 请开始你的高能播报 欢迎收看由富有儿大气的江西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的高能脱口秀 什么 你问我是谁啊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火龙果 没错 我就是那个身碗而又大气的 彭家桥好舌头 吊鸟饶 接下来呢 请各位给我15秒钟的时间 来念一段广告 江西银行近日将推出一款叫做 财富金元宝的硅金属工艺制品 该产品能采用质地饱满的工艺金外型 选用元宝的造型寓意 招财进宝 独家定制品质认证 权威出品十足优惠 以礼仪藏 是助允开示招财纳福之选 那说到这儿呢 您可能要问了 这么好的产品 究竟上哪儿买呢 别着急 我来告诉您 只要您早上出门买羊茄子的时候 路过了咱们江西银行的营业网点 进去 您就能买着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呢 那么在此呢 文力也要代表 江西银行财富金元宝 祝您财通天地富达四海 武夫立门 裁员广进 如日中天 幸福美满 希望发达 蒸蒸日上 总之您的生活 就像这羊茄子一样 红红 火 火 好有气势 好 来 我们有请三位 三位可以拉拉票好不好 支持我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长命百岁哦 我歌都唱了 你们还不给我点赞 让世界充满岸 让欢欢别淘汰 支持我们 你们的生活 你们的日子 就会像羊茄子一样 红红 火 火 都会成为西红柿首富 对 西红柿首富 好 来 我们现在开始点赞了 哇 光是一片 听到吗 谢谢 谢谢 都想成为西红柿首富 你们都是首富 恭喜 恭喜 那么我们的欢欢和文力 就是进入到了 最后的冠军争夺战 两位准备一下 恭喜你们 文力和欢欢 联手斗二军的策略 果然奏效 携手进入最后一轮冠军争夺战的姐妹俩 谁能技高一筹 一血千尺 荣封冠军之位呢 方言攻略大戏即将上演 江西银行贵金属 牛气冲天 提醒您 精彩继续 工匠精神 手工铸造 财富金牛 牛气冲天 好了 那么接下来 马上要进入到的是 我们的最后的环节 冠军争夺战 第三轮冠军争夺战 比赛规则 两位选手进行抢答 答对获得100分 答错则对方得分 本环节共有5题 得分最高的选手 获得本场冠军 文丽姐姐呀 你开场说 想让我们哇声一片 哭着离开 我告诉你 一般叫嚣越狠的 输的呀就越惨 一般狠话放得越早的 输的也不会很好看 哦 看见没有 这两位都是势在必得 对 那么到底谁呢 笑到最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你们的PK 首先进入第一题 咱们一村有特别多好吃的 接下来我唱给你听 一村有朋友过来的老酒 一香茶什么都有 早途在飞雪之蛤蟆 哪里帮你森发皮弹 刚才我在歌曲当中 唱到的哪里帮你 是什么意思 开始唱它 环环 它是一村人的 一村人 哦 这个有优势 撞到枪口上了 不公平哦 这一个吃的叫艾米果 艾米果 艾米果 哦 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呢 答案是艾米果 你答对了吗 恭喜 这个有运气的成分在这里面 所以我判断第二题应该是吉安话 吉安题是吧 有可能 我们来看看 请看第二题 小二 哎 姐 昨天姐姐跟你介绍那个女孩子 见面了吧 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人长得也很漂亮 你看这孩子 那你觉得人家女孩子 对你感觉怎么样 应该也挺好的吧 她中途还去洗手间洗了两次脸呢 不是 老去洗脸干什么呀 那肯定是 想为了在我面前表现得更好看 去洗手间中途补了两次妆 哎呀 你为月提着容嘛 对不对 这么说来 这个女孩子对你也很有意思啊 我也是非常傻 你接个电话啊 喂 小周 哎 怎么样 你那表妹对我表弟很满意 是不是 什么满意啊 你怎么给我表妹介绍一个这么乏味的人啊 乏味 我表弟怎么会乏味呢 不是 你表妹怎么说的 我表妹说呀 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无趣的人 这说起话来 比他们老板开会还要沉默 就把这些维生干的洗了两次脸 才能让自己给大浪水 几岸话大浪水是什么意思 几岸放言题 开始 做好准备 抢答 稳利 这必须得抢到啊 必须要打嘴 是家庭 大浪水就是打盹犯困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不去洗脸的话 他可能就听他说话 对 像领导听汇报一样 睡着了 要用水 量一量自己啊 对 清醒一下 所以大浪水就是打瞌睡 打瞌睡 对 打瞌睡的意思 打瞌睡 来 请看答案 几岸话中 大浪水的意思是打盹 您打对了吗 恭喜 回答正确 两人各得一百分 这是见面里 要给你们两个 都是家乡题 我们要看看 真正的挑战在第三题 来 请看 大屏幕 烟水亭坐落水中 可以说是九江的标志性之一 它不但是历史文人骚客 艳游之地 也是三国名将周瑜的 典将台固执 虽然烟水亭是晚清时期的 专幕结构建筑 但这么多年来 不管经历了多大的亨雷插厚 烟水亭依然傲理甘糖湖畔 让游客一睹他的风采 请问 刚才视频中说到的九江话 亨雷插厚是什么意思呢 亨雷插厚 九江话 来 准备好 两位开始抢他 文立 手真快呀 这回见识实力了 好 亨雷插厚 我觉得亨雷肯定是打雷吧 打雷的意思 这个插厚是什么意思 插厚 那你觉得呢 打雷下雨 我们有时间限制 专幕的 然后经过这么多年 还没有被打雷下雨 然后给损坏 我觉得应该是打雷下雨 打雷下雨 打雷下雨 请看答案 在九江方言当中 亨雷插厚是打雷闪电的意思 你答对了吗 打雷闪电 天哪 那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了 来 老师 亨雷他答对了 因为雷他听了 对 插厚 插厚他说下雨 肯定是不对的 当然这个插厚 我们要说是什么 闪电 闪电在我们江西方言当中 可能以说跟那个货 就磨到货 或那个货子有关的 有 这个货本来的意思 也就是打闪电的意思 按照那个比赛规则 我们说如果没有完全答对这个 因为你不能破开来算嘛 那我的想法还是不给分吧 只能严格要求了 那他不得分 对方就得得分 对 对就是 所以把这100分要送给欢欢 哎呦 欢欢增加100分 这就2006百 文莉姐姐真的好喜欢给对手送分哦 文贵卑 正有提示 此刻不能再送分了 因为再送一提 我就完了 你就输了 冠军就已经出来了 现在已经达到200分了 欢欢 好吧 好 那第四题就尤为关键 晒秋是我国一向传统农俗 而在乌云黄岭 晒秋更是成为一幅幅动人的画卷 现在呢 我就在黄岭景区最有名的晒工坊 而我身边呢 就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方经理 大公好 欢迎大公了 大家都知道晒秋特别有名 但是我想问的是 晒秋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说的晒秋的秋 其实指的是丰收的果实 所以说晒秋只是亮晒丰收的果实 一般爱意所采 首个是落甲 羊羔 包露 落酥 刚才我说的螺酥 在乌云话中指的是什么 乌云方言题 螺酥 两位 准备 强答 文贵飞 螺酥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茄子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是去过乌云的 我看过他们 就是晒秋 然后我当时问了一个农户 因为他盘子里有三样东西 一个是红的 一个是黄的 一个是紫的 发黑的那种 然后他说红的就是 看得出来是辣椒 蜡椒 黄的是玉米 包炉就是玉米 然后紫的有点发黑的 他说是螺酥 茄子 干茄子 对 茄子 好 这么肯定 这就要命了 为什么呢 如果这一题答对了 还有的比 200比200 如果打错了 我们全场比赛就结束了 马上100分送给他的对手 成为冠军 罗书 究竟是不是茄子呢 请看答案 罗书在我们物园话中 指的就是茄子 哇 恭喜 回答出去 在江西啊 茄子说罗书的 就那么几个县 就是靠干东北 和安徽交界的 那几个什么 福良德新啊 以及 陀阳于干乐平这样 那么这个 我们江西它有 那个地区有一个说法吧 叫无头除尾 对 就是无处交界 那就是说 无文化 跟我们处 江西应该归处文化 无处两种文化 在那交接的地方啊 所以就在词语 这个表现上了 所以他说 卢书其实就 无语的 这个文化比赛 哦 不管怎么样 我们很明白 现在场上的比分 200 对200 对200 最后一题 本期江西英豪防疫大会冠军 即将产生 马上一题 定胜负 请看大屏幕 哎 老板 老板 你每日帮我买到小鸡 还讲吗 情况给滚得比较多了哦 我给要找小慢轻处呢 我给 要不还是高轻处呢 要不还是高轻处呢 挺高兴 还可以吗 可以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两位请抢打 文贵妃 井冈山靠近吉岸 他跟我们这个方言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我们叫黑龙 他们叫黑龙 就是很漂亮 很美丽的意思 黑龙 黑龙 他们叫黑龙 他很自信 我觉得这些 你觉得我的大道 我们一个市里头都行 你觉得我的大道 黑龙不黑龙 黑龙 黑龙 那我就判断你大堆了 好 来 不一句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看 最后正确的答案 来 提奖就是漂亮的意思 恭喜文贵回答正确 谢谢 来来来 有请两位 有请两位 那这个时候呢 欢欢最想说的是什么 都说这个 刘备呢 是三顾茅庐 才请到了诸葛亮嘛 看来我想赢得 方言大会的冠军 得三顾咱们方言大会 才能取得这个冠军 不过其实也没有关系啦 来参加这个呢 最重要的是过程嘛 在这个过程中呢 让我更加了解江西 也让我更加热爱江西 热爱江西的 秋水共长天一色 落下雨雾雾起飞的 童王阁 热爱着这个 飞流直下 三千尺的庐山 更加热爱着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 这边独好的江西 我为江西代言 我为江西打抠 好 感谢你 谢谢 谢谢欢欢 这回要恭喜我们的文力 文力也不容易啊 真的 第二次来 就是说这个文天祥 很厉害 简称文力 但第一次是真不厉害 这一回真厉害 最想说什么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春众一粒素 秋收万科子 付出了就一定会有回报的 让我们一起记住相仇 留住相因 哎呀 说得真好啊 有多少耕耘 就有多少的收获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跟所有的朋友 说再见了 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 感谢我们的冠名商 江西银行 同时我们要感谢 训飞收入法和 皇上皇集团的大力支持 还要感谢 多纳特矿泉水 各位尝到做食材的 天然矿泉水的大力支持 欢迎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